有请12位女嘉宾登场 现场的三位女嘉宾已经准备调续了 认识一下她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爱珍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愿意等 等一个愿意为我复苏的 一生的人出现 大家好 我叫朱惠宁 我的爱情宣言是 相识之中引领相识相爱 引起之间引领相识相伴 大家好 我叫金小涵 我的爱情宣言是 你的快乐我来分享 你的悲伤我来储藏 大家好 我叫张晏平 我的爱情宣言是 前半身的情你过去 下半身的缘你在哪里 大家好 我叫翁贵真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的未来合理同在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薛文真 我的爱情宣言是 带着真情寻找幸福港湾 大家好 我叫李红鱼 我的爱情宣言是 贤惠的我 想找一个帅气的哥哥 大家好 我叫黄英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这一生最大的期盼就是 云你相遇 共闻花香 大家好 我叫李红鱼 大家好 我叫李红鱼 我的爱情宣言是 没有不可能再选两个人 没有不可能再选两个人 只有靠不住的两颗心 大家好 我叫李红鱼 我的爱情宣言是 红尘漫漫 总有情 桑花朵朵 寻知音 大家好 我叫董金菊 我的爱情宣言是 阳光合理同在 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有请这一位男嘉宾登场 武汉的大舞台 小舞台我都上过了 今天上这个舞台 有点小紧张 但是我有心心 签说成功 大家好 我叫李小平 现在69岁 我恋爱的鞋言是 今天上台来相会 当然牵手成一队 谢谢 欢迎 12位女嘉宾 在你的眼前看一看 选一选 第一印象最好的是 桃花异域中人 开始 明小平先生做好了选择 所以女嘉宾 我们第一轮选择开始 首轮选择所有桃花为你盛开 谢谢 我们首先认识一下 明小平先生 早认 您的经理 我是一个老战士 曾经在解放中某步铁物链跟侦查台台上 这么多年来 我伸手一万脚签 绳子挺拔 转业后 我回到武汉 现在 我已经从单位退休 退休 已经有四万 有空的时候 我希望打乱球 担念身体 因此 我没有任何疾病 头脑灵活 如我婚姻的原因 我住在日儿的房子里面 所以 别担掉五千块 我儿子 没问题 如果喜欢我的人 请姬姬跟我交流 你们会慢慢发现我身上 有很多的优点 弄在前进 我会保护你 当兵的出身 身形啊 一直保持当年的状态 是吧 短片当中说是 侦查兵 对 据你的侦查 今天你觉得哪位女嘉宾 看上你了 我可以 8号 这个先生的那个就是 各个方面我都看得上 就是我们是异地的 我是襄阳的 你看可不可以 可以考虑 好 谢谢 那我为你留灯 那叫摩哥呢 已经成了吗 他还没有怎么开口说话 你还不了解 所以说 你这个说话 有时候稍微收着点 这毛留在哪里 不掉得咋 4号 你是跟你儿子在一起住 还是你一个人住 我毛的儿子 就是两个姑娘 你是怎么看出来 他有儿子的 看到他这个身体 是生儿子的相是吧 我给你留灯 你也留灯 6号 退休之后 你都业余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呢 但我还是到时装队 怪不得你身材那么好 我都有点偏胖 我也想加入你们的那个退休的 加入你们的组织 可以可以忙好忙 我是队长 可以给我引荐一下呀 懂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你今天来了 还告了个爷爷 她在这个老年时装队 我相信很多女嘉宾 今天可能就咯噔的一下 又长得这么帅 又在这摩托队 艺术团里头 会不会被勾走了呀 8号你有这样的顾虑吗 我很自信的 我不怕 我会比别人做得更好 你这身材好像有点像摩托队的呀 我平时也最终就是养生吧 这8号也长得挺好看是吧 身材也挺高 但是跟你们这摩托队的那些女士比起来 是你们摩托队的好看呢 还是8号好看 8号好看 这我就放心了 11号 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跟你签了成功 我现在还没退休 你是支持我继续工作 还是愿意我回家陪你 工作 谢谢 你还是想工作 对对对 你做什么工作 我做保险销售 累不累 还好不累 2号 还有别的什么爱好没有 比如旅游啊 旅游的话呢 我都到这个周围几个省 我们战友 把电话一打都退休 电话一打都去 实际上接待 往来是蛮好的 我马上到广东处 那个我的弟弟跟他打电话的 他们都集中 你的我是我的兵 你的兵 对广东兵 就是你当时的手下子 这人啊 他长得帅啊 就别人就不问他住在哪里 有毛的位置决筒都问 就都没有问 八号终于开口要问 就是想问一下你有什么不酿丝毫吧 软来 我还打消息拍 学期以后都没打 站都没站 你是一个 一个呢抽烟的话呢 我是当个派生以后抽的烟 这头一包 一包稍微有点多 有点多 有点多了 你少抽一点 少抽一点 这个我都要求你抽烟 就是不要在家里抽 可是在外边 可是找一个真抽烟的地方 我有点烟烟嘛 哦有烟烟 可以吧 可以可以 因为他一般 他不会在房子里抽 因为他一般都住在帐篷里 你也可以住帐篷吗 那肯定不行了 不行 不行了 那你怎么不问他住在哪呢 我本来就问 那我就问你 家住在什么地方 我家住在百不停 但是你谁家 但是我还搞个家 哦就是你没房子是吧 没房子 哦 我今时出乎 哦 你想住在刘嘉宾家去 是这个意思 那看情况吧 刘嘉宾也没有房子 那你租房子是这个意思吗 他就租房子 哦 你看看 你们这都不问吧 现在是一个人住 每个人子你们在一块儿住 八个人的房子 我住 住在姑娘的房子 如果你要是 牵了一个女嘉宾的话 你姑娘房子还能不能住 我帮他问一下 那但是能住 我在想家主持 帮我 哦 那你愿意到我们向阳吗 可以靠你 可以 哦 哇 四方这种情况 你会不会留灯 不会 哪里 你打个木板呢 这五兆八兆就说你二六灯 收的这数啊 这话别说满了 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啊 我们要去换一种思维 是吧 我们有的女嘉宾以前 希望男方有房子 但是又怕男的躲在自己前面了以后 自己被赶出去 我觉得如果说自己有房子 然后 哎 看得上咱们明先生 这一表人才的 真的可以不要太在这个事情上去计较 再一起开开心心的过就可以了 这是明小平第二轮选择开始 第二轮选择过后舞台上还有两朵桃花为您盛开 四号没有旅行自己的诺言 因为没房子没有安全感 十一号是什么原因没的 我自己的房子是在黄石 我在武汉没有房子 我就想找一个在武汉有房子的吧 来通过第二轮短片了解一下明小平的感情经历 我和前妻是亲友介绍人士的 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骄傲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就争吵不担 所以后我们通过八人离婚 我选择了精神出户 因此我只能居在女儿的房子里 两个女儿也非常优秀 在于我的事情 他们珍重我的现在 现在我只想寻找一位 年里在六十岁左右 寻找移民到五岁上 有稳定收入 最好是武汉本地 有脂肪与日子 我们第一次能够看得眼 以性格而温护 我们可以愉快地交流 轻轻地我们坐在一起 慢慢地我们工作一程 七号 你的年收于多少 十万 本人要求的就是要找一个武汉市的 对方有住房 六十七了 你要他有个房子图啥 不是 不是 我这有媳妇 又有孙女 你是跟他们住一起吗 你自己没办法 现在我在车间 车间要在国博 还要装修 还有个别墅 在那个江下那个边边位置 要开小车去 可以 你只要搞一个地方住就可以了 又不要住 两个人在那里面坐去等死吧 不方便 那你不方便 你要为他在江乡买个别墅 说做啥呢 我儿子买个别墅 三套房子里头有没有一套是属于你的 应该说这个车间的房子属于我 那OK的呀 不补的对吧 对对对 还没装修 就是如果他有个房子 他没装修 你会帮他装一下 可以啊 但是我又怕他你装了以后 他把你干净跑了 那有可能 有可能的 8号 我在厢阳他在武汉 有点不方便 他说最好找个武汉的 在短片当中说 最好找一个武汉市的嘛 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意思是吧 他这个情况他是襄阳的 你这个情况你怎么看 他小 他小了 比武汉肯定是小 武汉对条件好 明白了 前面的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明大哥这么帅气 是吧 这么好身材和身体 都不问住哪 结果一说到这个房子 他真的没有房子 啪 全部都灯灯灭了 咱们说这个鱼和熊掌不能得奸 眼前这个人也许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我们是不是换个角度想想 我们自己又有多少时间可以去等待呢 所以给自己的条件不要放的那么窄 明大哥也可以放的再宽一点 外地的大姐 好的话咱们去玩一玩 襄阳组个摩托队也很简单 对吧 也不一定非要吊死在武汉市内这一棵树上 如果感情发展的好 他卖掉襄阳的房子 跟你到武汉回来 也不是不可能 我们都有退休工资 租一套房子 过得快快乐乐的 也不是不可能 明小平 终极选择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所有桃花灯都已经熄灭了 来公布一下明小平的桃花一种人 他就是 8号 来公布一下8号的基本资料 黄英56岁 会计退休 年收入5万左右 有住房 李毅 一个儿子已经成家 喜欢爬山 打羽毛球 跳广场舞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你有一次向他表白的机会 你愿意吗 放弃 OK 明先生遭遇了舞台上 12位女嘉宾的灭灯 我们把机会交到 13号女嘉宾团手上 六位 如果有谁愿意 跟明小平牵手的话 请举牌 没有人回应 那天一来 我们明先生 今天在我们桃花现场的 相亲之旅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别灰心 节目播出以后 一定会有好消息 祝你好运 谢谢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登场 又见桃花开 你从目中来 请把心打开 让我走进来 大家好 我叫王晓东 今年46岁 我的安息宣言是 又见桃花开 幸福悄悄来 理解家关怀 生活充满爱 谢谢 这男嘉宾 王晓东先生 是讲顺口溜的 这是我专门为 来桃花道路开写的 又见桃花开 再念一遍 又见桃花开 你从梦中来 请把心打开 让我走进来 又见桃花开 幸福悄悄来 理解家关怀 生活充满爱 欢迎 这位女嘉宾 在你的眼前 看一看 选一选 第一印象最好的 是桃花异动人 开始 王晓东做好了选择 所有女嘉宾 第一轮选择 开始 首轮选择 所有桃花 为你盛开 谢谢大家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王晓东先生 追求梦想 是每个年轻人 都曾经拥有的权利 我也曾经是一名追梦少年 我要成为大明星 现实是残酷的 经过时光的冲刷 我慢慢的变成了一名 可爱的游历大叔 这样的我 你们喜欢吗 在生活的路 一步一个脚印的 向前攀登 现在我主要从事白酒销售 年收入在五万到八万之间 在襄阳有一套商品房 但是我仍然热爱着自己的音乐 业余时间里 我都泡在朋友的录音棚里 写歌 作词 唱歌 我的歌曲 表达了我的心声 听我的歌 就会了解我的人 每天早上 我都坚持锻炼身体 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我每天都积极向上 健康快乐 桃花朵朵 未梦开 我用真情 等你来 王小冬 他是一个很有诗情画意的人 短片当中 说想找一个喜欢音乐 我想了解一下 现场的女嘉宾当中 如果你歌唱得好的话 麻烦你举个手 九号 那你就代表女嘉宾 来回赠她一首歌 好吧 我的思念 是不可愁磨的遗忘 我的思念 不再是着地的海 为什么总在 那些漂浴的日子 深深了把你相亲 好 谢谢 唱得怎么样 唱得放极了 放极了是吧 那既然她唱得棒了 那你能不能也送给她 单独送一首歌给她 今天来了 我准备了一首 你还真有准备 所以说描写武汉的歌 把兰花 你创作的吗 对对对 小杨带来了 来 我们听一听 我的老家在武汉 有座同仁城中站 大伯从医院下班 常带我去哪儿玩 您让病人得安堂 自己累到在天堂 留下情分和善良 一生一世 怎能忘 马兰花 马兰花 请你神迹的绽放 让我飞回她身旁 闻闻天堂的花香 马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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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美丽的圣房 让人间所有的忧愁 滚滚流淌 如长江 好 这首歌 送给我不想武汉 和我的在天堂的大伯 从小在武汉长大 他们是武汉 长江水养育了我 我的大伯 带我住过了一个 欢乐的童年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的心 永远留在武汉 和我的大伯的身边 谢谢大家 哦 这是歌送武汉 而且表达了 对大伯的感激之情 对对对 一号觉得这歌唱怎么样 嗯 很好 挺好的 你是在武汉长大的吗 相当半个武汉人的 我老家是黄冈的 你是在黄冈长大的 长到十几岁 你是十几岁到武汉来的 但是 因为我这个年龄就改小了 因为十几年龄 我四十三岁 我那看不出来啊 其实改的恰到好处 你平时除了工作以外 一般的话 有些什么爱好呢 喜欢旅游 在家里 喜欢秀下的一个实际秀 哦 挺好的 你们家孩子跟谁呢 我父母还有兄弟 还有弟弟 哦 那你是在武汉进居 还是在 没有 我在武汉长了六岁嘛 我大伯伯带来了 后来到香港 我父亲当中转业 去了香港嘛 你的武汉有房子吗 武汉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生意 跟武汉有关 我这一生跟武汉有缘 我们做的是武汉的一个口小酒 哦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以后在武汉进居呢 这个有这个规划 因为落叶归根嘛 人走到再远 跟家庭永远是自己的根嘛 对吧 好 很好 谢谢 好 三号 哥他那好人也长得很帅气 你现在的身材这么好 你平常肯定也不少锻炼吧 一般那个爬山啊 打羽毛球啊 我女儿就是经常 在抱里跳舞班 打羽毛球 跟他陪他一起练嘛 我也是这样的 一边散步啊 也一边锻炼一边玩 而且也去健身房 做专业的锻炼 你喜欢散步对吧 对 是 你上班就是散着步就去了嘛 我有时上班 也是走着去上班 我记得你是在超市里上班 对 我 而且我工作都是比较大的超市 洋超市 像加勒福啊 沃尔玛啊 玩玩玩家等等 你有住房吗 我现在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没有 你没有自己名下 是没有你的住房子对吧 是的 哦 那你要找一个对象的话 就希望他有房子对吧 我觉得主要要有那个 共同话题 房子都是次要的 因为如果关于空房子 咱两个人说不到一块去 也等于白搭 我觉得这三号嘉宾 说得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夫妻之间 就是要相处就很舒服 就是有默契感 更需要的还是 就是双方之间的那个高通 对 但是你不喜欢音乐呢 我喜欢音乐 哦 喜欢音乐 因为本身就我来说 是个业业好者 因为我们这个应酬 工作之余 我认为很多 那个朋友圈里 都去打麻将啊 但是我可能 就是比较注重 对自己这个消养 这块提高 因为我觉得 能活在事业上嘛 就要几十年 就是你要不但充实自己 对吧 我们这个事业 是不能做成很辉煌 是吧 不能让个性让民心 但是你起码 最后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此生无憾 是吧 12号 我是住在江山区 我也是做那个 房产销售的 我又听你说你 你也做销售 我们可以聊一下啊 销售的话 就是全国各地 还是在你那边 我们等于说 我们的公司是股份制的 就是我也是占了 一些股份 就是说我们画片的 比如说繁东繁西乡城 就是说你每个区域 我是负责这个产品的 这个推广 售后和维护 你是一个女儿 11岁是吧 对 那我是养的一个儿子 你介意吗 这个东西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 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的感情 的契合度 两个人之间 真正的感情 到了这个点了 这我觉得其他问题 都可以解决 现在很多人 这个相亲来 就是注重物质 就是哎呀 我希望这地方找个 什么有车有房的 什么样的 但是他忽略了 人自身的这个能力 因为人的自身能力提高了 很多问题都会解决的 10号 会不会再要一个孩子呢 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考虑 因为我现在事实还很多 我公司还有事 但是我自己 这个就是医院这方面事 我肯定要 都要做不但那种 要进步 你的口子真的很不错 也很有才华 我想问一下 你脾气怎么样呢 我每天跟这些 就是监控商 和皮肤老板们打交道 有些身家都上千万都有 他说我这个脾气 反正咋说的 基本上人员不错 大家我都很喜欢我 你是想生孩子吗 我就是不想生孩子 因为我的前一段婚姻 也是一个男孩子嘛 所以我肯定不会再要孩子了 但还有一点 因为我的前夫 也是脾气不是很好 他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 所以我再找的话 我肯定要找那种 性格比较温柔的人 知道吗 对我肯定蛮呵护那种 2号 说我跟你牵手的话 如果两个人之间 有什么真正的话 你会不会动手打人啊 女人是用来沉的 知道吗 男人是用来担当的 说得多好 他是说 他说女人是用来打得沉的 不打人 就打人 我前夫嘛 他就是 他那个脾气有点不好 喜欢动手 有时候还喜欢 我觉得这个婚姻里面 这个打人和被打 应该是跟那个 一个人的自身消养有关系 素质很有关系 因为这个人 如果到了一定消养 这个素质的话 他一般觉得 这个家庭的话 你是靠打 容易打散的 夫妻之间必须要和睦 这样的话才能 白头到老 对不对 1号你想到什么问题了 我想问他会做饭吗 我经常外面吃饭 就是要尝我的味道 我还基本上能够 学着来 一看都知道什么 厨艺还确实不错 那1号你 会做饭菜吗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从得了这个鼻炎之后呢 也有点 就像找一个会做饭的 我就下岗 他想找一个顶班子 男人负责正确养家 女人是貌美如花 是吧 谢谢 第二轮选择开始 第二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11朵桃花 为你 谢谢大家 来通过第二轮短片 了解一下 王晓东的感情经历 冲突在生活中 无处不在 我和前妻性格不合 冲突不断 慢慢地 在两个人的世界里 感情所剩无几 怨恨越来越多 最后 我们只能分手 坚强起来 我们会过得更好 离婚后 女儿归我抚养 现在她已经十岁 别人看我一个人 带着女儿生活 便给我介绍过几位女友 可我都没有感觉 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必须爱好音乐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共同话题 两个人的心灵 才能走得更近 才能够追求生活的品质 我希望未来的伴侣 在48岁一样 热爱生活 有稳定工作 温柔大方 勤俭之强 我们可以一起 谈天说地 勤气俗话 我们样样都能够 研究一番 让生活 更有品味和乐趣 就是不知道 你会是那个人吗 是什么原因 婚姻里面是讲包容 但是不是说 所有的事情都是包容 就是有些原则问题 是不能包容的 心不在一起了 有没有必要在一起 其余的都可以包容 比方说你杀个娇啊 但是你不能跟别的男人杀娇 二号也遇到过原则性的问题 他遇到以后 他比你惨 他还挨打了 对吧 二号 因为女方 他最近就是说 在那个粉丁上面 他肯定打过挺难的 错的人迟早会走散 对的人终究会相逢 我祝福你 谢谢 谢谢啊 他刚才上场不是说 喜欢找个女朋友 会唱歌的吗 就喜欢音乐的 但是我这个人是 喜欢听 但是不会唱 我觉得有时候 像我们这个年轻的人 三四岁啊 有时候经过了感激的挫折以后啊 有时候多听听音乐 可以聊伤的 你比如说你痛苦的时候 你唱个嗨一点的歌 是吧 你高兴的时候 你唱安静一点的歌 并不是说 非常强调领虚的 你也唱个不可能的 每个人喜欢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男嘉宾 怎么感觉好像 上一段婚姻一下 阴影一下没走过来呢 没有 我这人是个 在处理问题上 很干脆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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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但是我原来发现 有这些问题 我马上跟他就分开了 你可能理解错了 他不是要找一个会唱歌的 他找一个喜欢音乐 因为他喜欢音乐 这可能有共同话题 他说音乐可以聊骚 聊伤 这是可以治愈心灵的伤痛 就是你 你不会唱没关系 你爱听也可以 那喜欢音乐啊 而且喜欢唱的是九号 歌这个东西可以给人带来 欢乐 在伤痛的时候 歌 歌声可以让人疗伤 我丈夫是初年 不许离世的 我是丧偶的 我有一个儿子 刚刚十九岁 就是一个年轻的工程师 能独立了 我的要求是校感的 最好是武汉的 因为我家里的房子 车子那都有 但是那是我老公辛辛苦苦 挣下来给我儿子的 哪怕来武汉 有一个三十平方的房子 只要住着 我们两个人是 比较投缘的那种 过老年生活都没有关系 十二号 我跟你也有共同的爱好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听一下歌 我是前夫也是在五年前 喝酒 夺去了他的生命 所以说呢 那一段期间的话 我是经常的听歌 直到去年的时候 我慢慢的才走出来了 所以现在呢 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就是找我的另一半 然后我儿子非常支持 我儿子今天也来到现场 哦 对 对 对 站起来 儿子现在也在做 这个房子产销送 今天我看淘宾多的 开的节目之后 他就说 你别看了别看了 你直接去不要报名吧 我陪你去去 我非常支持我妈妈 现在就来到这个地方 参加节目 因为我两年前 我就跟她说过 就是 你只好赶紧找一个 你找了之后 我的心里才好受一些 让我才能放心地去闯 班里总是把你一个人 留在这个武汉 万一我去了外地 你想我了 怎么办呢 哎呀 讲这样的话 讲得我累了 我一直都想要个妹妹 但是我妈不给我省一个 她有啊 你是有女儿吧 你看看 所以说男嘉宾 他就是出场之后 然后看到他的介绍 我觉得很满意 他喜欢音乐 我也喜欢音乐 我特别喜欢唱歌 哦 你看你被他儿子看上了 在你妈妈身上 你认为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个人能力特别强 因为在我爸 走的这段时间 他自己一个人承担得特别多 然后我就想 能早一点去工作 然后帮他分担 好孩子 12号女士的这个儿子 真的让人很赞赏 也很感动 无论是夫妻关系 还是这种母子啊 父子啊 父女这种关系里面 真正的爱啊 不是死死地 把他锁在自己的身边 而是要去成全对方 然后我们说到 我们这位男嘉宾 我觉得他是把物质追求 和精神追求啊 平衡得非常好的一个人 但是我提一点啊 就是你在寻找 另外一个女嘉宾的时候啊 你不见得要很会唱歌 你不见得要很懂音乐 但是你要尊重我 支持我的情 对 支持你 这样你们两个人 才能和谐相处 好吗 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到 好 谢谢老师 好 终极选择 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 两朵桃花 为你盛开 谢谢 女嘉宾的分别是 1号跟12号 我们把两位女嘉宾的 基本资料分别公布一下 张爱珍 三十八岁 化妆品销售 年收入六万左右 有住房 李懿 一个儿子已经独立 喜欢旅游和自秀 董金菊 四十四岁 二手房销售 年收入五万左右 有住房 藏偶 一个儿子归自己 喜欢唱歌和旅游 二位女嘉宾形成了竞争的关系 你们分别有 三十秒钟的时间 来推荐一下自己 我离一的话 是我们家孩子 读小学五年级 一直就把他带到 现在大学毕业 他也很赞成我去找另一半 就想找一个另一半呢 能够会保护我 能够心疼我的 四二号 我的优点是 可能我心比较细吧 如果说男的病 跟我牵着手的话 可能他在外面拿工作 或者是 这我会就是 关心一下啦 是吧 再一个就是 可能就是我儿子说的 比较 还比较独立吧 来 又请 你手上的花环 是你往后人生的方向牌 今后的生活 是向左 还是往右 全力在你的手上 考虑好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是我的幸福 是我一生的幸福 你说你家给我 由于男嘉宾的成功牵手 他们俩都获得了 湖北圣宝龙电动车 有限公司提供的 圣宝龙电动车 有连乐床垫 提供的豪华床垫 有洋江十八指提供的刀具 有金棚电动车 提供的精美礼品 由龙翔床垫提供的床上四件套 而由黄鹤楼酒业提供的 牵手纪念酒 每人一份 恭喜两位 掌声宽装 他儿子给了我这个 正常比较大 我觉得他儿子很有个性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一定有个个性 好 由于刚才舞台上 有男女嘉宾成功牵手了 而且呢 为了我们 舞台上的男女嘉宾的年龄 更匹配 我们现场更换了 两位女嘉宾 分别是三号和十二号 我们欢迎 大家好 我叫雷桃娇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想好好爱一个人 一爱就是一辈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银东 我的爱情宣言是 人生旅途 充满艰辛和坎坷 我需要 立即双手牵引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登场 我现在心情有点小急动 好像参加小考一样 希望能够牵手成功 大家好 我叫刘志学 今年七十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桃花桃花满天飞 今天我来把你追 谢谢 刘爹爹长得像你的活样 二位女嘉宾 在你的眼前 看一看 学一学 第一印象最好的是 桃花玉中人 开始 刘先生做好了选择 所有女嘉宾 我们第一轮选择开始 首轮选择所有桃花 为你盛开 好 我们首先认识一下 刘志学先生 活到老 学到老 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具作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太多年 一个人的老家废 在这里我接受了很多热情的私友 大家一起学习音乐 有说有笑 每周一次的合唱过 就这样成为我晚年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祝老有同学 天守才空 这个刘先生啊 是东皮厂退休的 但是他这个肚子 还是保持了东皮的风格 退休以后就不做事了 生活也好了 就长肉 我们的拍天早也回来说 那个爹地能骑呀 是的 你餐骑五五万名一帆 那个小啊 爹地啊这个性格非常开朗 天塌下来也不够 12号 喜欢旅游 性格开朗 是我喜欢的类型 哎呦后 你为什么就看好他了 因为我一看哦 看到他那个非常有气质 那年轻的时候呢 已经肯定很帅 肯定很帅 是的 这个我不缺留 他个子又很高 很多女士同事 追求的对象 这个不缺留的 我非常喜欢 你说54 他70 你不觉得这差太大吗 甚至在 不是年龄大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的第二段婚姻 就跟你同年的 他完全可以 驾驭54岁的人 对对对 有经验 没有 不存在着 大一高流 有经验 他是完全有经验 我这个年纪比较小一点的 同事也能够 女士也能够 相聚得来 你上台蛮活泼的 我还喜欢你这个个性 你又聊别说 不是啊 他行的 他蛮活泼的 你刚才已经把那个爹爹 聊了一盘你 他行的蛮活泼的 那个爹爹也 那个爹爹也还是蛮优秀的 年轻的时候当过兵 他也还是可以的 他就是没房子 他就是没房子 就是没有安全感 那他的房子大得很 有房子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他那个房子很大 一百多少个平方 一百七 一百七 还可以在里头翻跟头 你又在山高啊 没有 没有 身体很好的 没有病的 可以考虑 你看这个翻量大 他就是有这个优点 他就把其他的东西都压制了 我就是饭摩子 你是个饭摩子 那你们两个有得拼 三号 年收于多少 八万左右吧 是吧 这个就是它的变动 我自己的退休工资有三千块钱左右 三千块退休金 但是另外有三千七 现在蒙建三千七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一直到我生命节头 一直都有 你还有一套房子在出租是吧 对对对 这套房子是我自己的房子 现在居的房子是姑娘给我买的房子 哦 姑娘给我买养老的房子 现在有两套房子 其实回应这些一套 我现在居是大的 我听懂了 他这个房子可能会浮动 为什么呢 他租给别人那个房子可能会涨价 不价在涨 房州也在涨 你看 有可能会涨价 我两个孩子 我一个儿子在家里跟我一起做事业 我的女儿子五大三八 我的两个孩子很优秀的 我是一个人把两个孩子带大的 我是五十一岁 这是我身份证上面的年龄 是五十七 对 他实际上只有五十一 你不觉得年龄相差太大了吗 他可以家喻五十四的五十一 他可能爱不乎 七号 平常生活不和子女在一起吗 不和子女在一起 那挺好的 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 这是自己家 我就希望找你这样的 武汉有房子 希望找他这样的 这个不容易 好 谢谢 我留着你留到最后 你看 七号在舞台上都等了一年了 你还不来 你还不来 他说你再不来 我都熬不拒了 八号 你对他这个年龄有什么看法 人好就行 看他外表各方面说话 性格都还挺好的 但是刚才那个六十九岁爹爹 你不是这样说的 那个也好啊 那个是好 但是没有房子 有房子的女士也可以 支持他一下嘛 好了 刀上门 你去吧 你看我们这刘爹爹 心怀天下 好人 你们刘爹爹啊 我觉得特别有福相 双耳垂尖 双手过膝 是吧 人家说坐如钟 我们刘爹爹不仅坐如钟 站也如钟 躺着还像钟 那个有斗子的关系 还有房子的 是吧 七号大姐说了 不会把你放给其他人的 肯定他把你收了 而且叫一直站在台上等 是吧 等到今天 七号姐姐现在心里就一句话 死鬼 你怎么才来 我祝愿您 今天沟通愉快 牵手成功 谢谢 这是刘之雪 第二轮选择 开始 好 第二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六朵桃花 您盛开 谢谢 刘登的是 三号四号 五号六号 七号十二号 都是年龄基本上跟你匹配的女嘉宾 好 我们通过第二轮短片了解一下刘之雪的感情经历 2002年 我的杰发妻子 因病去世了 她和我养育了一子一女 孩子们对我很孝顺 也很优秀 她们都事业有成 2002年 我的第一人妻子因病去世 我们共养育了一子一女 现在孩子们都很优秀 事业有成 也很孝顺我 我的第二档婚姻维持了13年 前妻小我17岁 是个性格比较强势的人 年龄的差距和代沟最终 没人让我们走下去 经历了两档婚姻 对于70岁的我来说 现在我找老伴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有个贴心的知己 相依相伴共斗人生 年龄在57岁到65岁之间 如果有缘能在一起 我愿意交取我的配修工资卡 或每个月房租的部分收益 假如我走在你的前面 也请你放心好了 我会在经济上给你一定的补赏 让你的晚年过得无忧无虑 皆无后顾之忧 刘爹爹讲了多么暖人心的话 不光是说 关键是就要落实 这个是看人的真正的 是一个人的品德 人品问题 这个年龄 他活过来了以后 看破了生死 对吧 是的 这个世界上的人 事情看多了 他就答应些了 七号还是问题要问吗 七号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 反正就是横下一条心 对 横下一条心 对 你说得对 他反正已经 我知道 我的亲友们都支持我 对你的评价很好 那危险了 那十二号 十二号我也很有好感 你如果要热牛灯 首先是悠闲就是你 对了 这我心脏 现在的选择 还是合法的 也不违反道德 是不是 如果你真正 把别人取到了家 你就不能有三线日益了 七号姐姐听了这样的话 她心里就不好想 对不起啊 我说的真话 说的真话 但愿 但愿 十二号 我说你的真心话 因为 你看你把她说哭了 那个 她的这个品质 各方面 我说的 非常地看好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突然 这个落泪了 你是想到了什么呀 想到 人的一生 就是要找个好伴侣 找个有负责任的男人 可是我没有 非常地松心 对不起 现在不是有机会 现在不是有机会 对 短短的这个时间 也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 不会搞那种甜言蜜语 去哄人 你得搞 不会的 我就怎么想 就怎么说 十二号 我印象里头 是外地人 在湖北荆州 04年就离异了 我一个人 带着小孩 生斗 现在 终于有时间 有这个机会 上这个舞台 就是要找一个 真正的 有负责任的男人 过完自己的一岁 谢谢 这个礼拜 谢谢 我感觉 刚才听了 你跟十二号的 这段聊天 十二号 李大姐 跟心里有点不爽 没事 没事是吧 就是 这个会不会影响 你最后留灯 刚才那段聊天 还是跟他把灯留 你还是留 他跟他牵手 没关系 李大姐 这种高风亮节 好 好 这下 还有一个竞争对手 是四号 我还是跟他留灯的 你 他选命用 又是一回事 我只是 刚才你这个短片当中 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说你说 如果你要走在头里的话 你就会跟女嘉宾 有一定的比较 在经济上 对 你能不能稍微具体的说一下 这样吧 如果我走到你前面 是吧 你就按照我跟你相取的 这个时间 这个年份 一年按一个平方 好比现在一年一个平方 是两万 我现在就给你乘多两万 这个房子 这个价格那是浮动的 到时候也许再涨 也许再跌 就按一个平方 好不好 所以说房价来浮动 对对对 我没有给你一个 百分之百的多少钱 就是一个平方 一点一个平方 明白了 我非常喜欢她刚才 在和几位女嘉宾 交流的时候 表现出了那种勇敢和率真 而且她刚才所承诺的这个 虽然我们有时候说 这个不是做生意 我们不能这样 但是很少有人 她能够就做出 这么实实在在的承诺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很可贵 所以台上的三位姐姐 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 品质好的男嘉宾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这是刘芝学 终极选择 开始 终极选择不好 舞台上还有三朵套话 你先开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你要在三位女嘉宾当中 做一个初选 你要首先灭掉一盏 你觉得跟你最不合适的 女嘉宾的灯 对不起 谢谢 谢谢 谢谢四号 那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四号 谢谢 那现在还有七号和十二号 留着灯 我们把两位女嘉宾的基本资料 分别公布一下 我个人的这个脾气啊都是蛮温和的 不管嫌不嫌不嫌我 我都是挺你的 祝愿你幸福 谢谢 快乐健康 谢谢 十二号 我这一生就像找个有安全感的人 感觉很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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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二位 牛先生 现在你手上的花环就是你往后人生的方向盘 今后的生活是向左还是向右 决定权在你的手上 五秒钟 牛先生 现在你手上的花环就是你往后人生的方向盘 今后的生活是向左还是向右 决定权在你的手上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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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非常开心啊 男女嘉宾牵手成功了 由于两位的成功牵手 他们俩都获得了 由武北圣宝龙电动车 有限公司提供的圣宝龙电动车 有联乐床垫提供的豪华床垫 由杨江十八指提供的刀具 由金鹏电动车提供的精美礼品 由龙翔床垫提供的床上四件套 还有由华河楼酒业提供的牵手纪念酒 每人一份 恭喜两位掌声欢迎 也经过考验了 因为这个村庭有起伏 这都是一种思想 斗争的结果 后来终于胜利了 斗争的胜利了 所以我牵手 我就更放心了 好 由于刚才舞台上 有男女嘉宾成功牵手了 而且为了匹配 我们现场男女嘉宾的年龄呢 我们这场又更换了两位女嘉宾 是十一号和十二号 大家好 我叫金小涵 我的爱情宣言是 你的快乐我来分享 你的悲伤我来储藏 大家好 我叫陈真贵 我的爱情宣言是 有爱的家才能白头到老 来邀请下一位男嘉宾登场 有人请你来相会 我到桃花把手亲 桑华兵加油 大家好 我叫张华兵 今年四十二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原是金之地 奋在人为 谢谢 第二位女嘉宾在你的眼前 看一看选一选 第一印象最好的是 桃花一中人开始 张华兵做好了选择 所有女嘉宾第一轮选择开始 首轮选择所有桃花 为你盛开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张华兵 都说爱笑的人 任期不会差 我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 我来自湖北印城 老家有一套两层多的私房 四年前为了赚钱高薪 我前往一个 往前陌生的城市 温州打工 今后从事过 进度和销售工作 后来在温州老板 开了五星店里工作 零星不错 工作强度也不大 我的性格很开朗 笑顶比较激 很多时候 大家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事情 都会出动我 敏感的笑神经 我的爱好是 唱歌和唱歌 时光一时融不悔 往事只能回味 为了参加桃花左左开 我放弃了温州高薪的工作 留在家里 等候消息 工作可以再早 相信的机会不能错过 我会唱首论 向你们展示 我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找老婆比工作更重要 对 对 先跟十一号聊一下 你对于做家务 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老婆结婚的时候 她病了 我承包了五十抹剂 她一样 收购的话是情人 另外是情形管理 什么打农业 都是我一个人 做家务的话 家里一些事情 农村的活 什么事情家务之后 我都会做 一般的家务活 你都做得来 对 她不是一般 她是所有的 因为她照顾了她老婆 十四年 对 就我们导演 跟她一起去拍片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 张先生特别勤快 也特别能干 她在我们男嘉宾 留那个资料照片 还有照相 她那个两个手 我是随时准备冲上去干活 那个姿势 她反正一出去 就跟我们导演 拿机器 拿衣服 反正她就冲在前头 她这个人 她就忙 就闲不下来 今天还好一点 我们让她 我说你在舞台上注意点 不要总是冲上去干活的 那个样子 你会做些冲活 你会干些家务 那这样的人 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如果将来在家庭里面 你是可以和爱人 共同分担这个家务的 对吧 你搞定她 她随时 你好 家孩子多大 我一个月 18岁了 今天她在读那个技校 今天六十分就毕业了 我的孩子比你还大一些 我是个男孩子 二十二岁 想问一下 打寒吗 打寒 打寒 不打寒吗 你怎么知道 你不打寒呢 谁告诉你 你跟谁睡啊 就在昨天到南家去嘛 住在一起 她说我打寒 打不打寒 我说你打寒 我问她 我说我打不打寒 她说你好像不打寒 哦 她是跟男嘉宾 睡在一起的时候 男嘉宾告诉她的 不要误会 那你是喜欢她打寒 还是不喜欢打寒 因为我睡眠不太好 不喜欢打寒 她这个性格 可能也比较适合二号 你对她印象是什么 二号 印象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她喜欢笑 那个导演回来说 她跟她拍片 拍一录 她就笑了一录 不知道是吃了药 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爱笑 这个人啊 这性格很开朗 爱笑 今天是走上舞台 有点紧张 她肯定不打人 我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是爱护人 客户人 是吧 对 既然走合在一起的话 是软分 应该互相照应 互相包容 二号你是哪里人 我是中强的 我以前在中强 就是做服装 就是做羽绒服 就是自己开的小店 然后这段时间 把心情不好 就没有做了 你以后的生活 会选择在哪里 有合适的话 在哪里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是吧 对 就这几年工作 我说爱跟你找个后妈怎么样 她开始的话 她就是不同意 一说她就哭了 她可能说会到 看到那个电视里面 是吧 对对对 那个后妈对她怎么样 不好不好 对妈肯定最好了 她就不同意 现在我跟她在一起 看电视 她就是也看到 这个桃花索的开 是吧 她就是叫我来 我也是我儿子叫我来的 真的 你也是儿子叫你儿 我儿子26岁了 就是说她老说 老妈你快50岁了 早点把自己加出去吧 老说这个话 就是说她还在 教育放学 是吧 就是说昨天呢 发微信呢 还挺支持的 叫我加油 是的 现在还真的都蛮出话 真的蛮懂事的 她比我们看得还出一些 真的 9号 你跟我有几个共同点 首先你爱好音乐这一点 比较喜欢唱歌这一点 比我跟我很投缘 再一个就是 你跟我是同病相连的人 我的老公也是初年 不信你事了 还有一点 这个是印尘的 我是安怒的 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老乡 对你的印象比较好 就是让你为你留灯 先往后面去 了解下去 谢谢 照顾老婆14年啊 那十几年前 多年轻啊 她就能沉得下心来 守住这样一个家庭 说明这个人品质 特别的好 她在漫长的这种生活中间 她学会了很多的生活的技能 她也愿意用这种生活技能 去照顾女嘉宾 跟着她我就觉得 叫享福 第二轮选择 开始 好 第二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有两朵桃花 给您盛开 一号为什么没等 进个门了一下 我是歪上去的 二号为什么没等 因为我觉得她好像比我小 我想找个稍微大一点 通过第二轮短片了解一下 张华斌的感情经历 1998年 我和妻子进了介绍后 步入了婚姻的订堂 婚后我们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可是 刚过上两年的孩儿子 她就被求成为定型病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 我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 在印城承包了五十摩地 一边种水灶 一边陪着她 14年的时间里 我们已经奔走入意乱 我照顾她 没想到 2014年一场意外 最终还是带走了她 我们唯一的人已经18岁了 今年六月份中专毕业 我们妇孺之境的关系很好 每天都会微信聊天 这次来桃花朵朵开的舞台 也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 而毕业后 想在武汉工作 所以也希望我能在武汉发展 想找一位35岁到45岁之间 男人身体健康 有共同的原因 我的父母都已不在了 容易马上参加工作 现在我留意什么负担 自想来武汉 开创自己的新生活 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如果乳房有防止 我让医生守候你 我认为那个男嘉宾 他对这个爱人 有种不离不弃的感情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 特别在现代这个年代 他能够照顾他的爱人 这么多年 这是我觉得 还是有点佩服他的一个地方 而且很朴实无华 又会做事 这个给人感觉 很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感觉 11号这样子 有点看好你 但是据我了解 11号 自己好像在武汉 也没有住房对吧 现在没有 好像也没有结过婚 对 你肯定是也想要个孩子这样 暂时先不回答这问题好吗 生孩子这块 它有点保密 就是如果你再牵手 成功一个女嘉宾的话 你这块你是怎么想 生孩子这块 这个的话 也是正求你放的意见 如果他想生 你就配合他生 9号 我还是很在意 建议那个别人比我小的 因为我的前夫 是跟我是童年的 在这20年的时间里 一直是忙着挣钱这个事 没有得到他那种 对我尘埃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以后的日常生活活当中 我想找一个大我的 能疼我 能爱了我的人 就认定小女的 他就不会呵护你了 你又不是找了个弟弟 他的主要身份是老公兼弟弟 我平时的权利是老公的权利 11号 平时都是买什么样的档位的这样的服装穿呢 300块钱左右吧 300块钱左右 还是比较大方的 因为见过你们以前的老乡 他们穿的比你还便宜得多 我觉得你还算是 那个稍微 那个可以说讲究一点 他会不离不弃地照顾妻子14年 他还会一个人把孩子抚养成人 他还会一个人去耕耘50亩地 这一切都说明 他是一个心里面很有责任 很有担当的男人 我想今天我从张先生身上看到的这个品质 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过日子的男人的品质 虽然在武汉市没有房子 我相信有这样金子般的品格 应该是比房子 比钢筋混凝土 更让人觉得坚固的东西 最后我想再劝一下11号 这个男人站在你的面前 他真的跟你很般配 而且很适合你 把握好这个机会 这是张华斌来到了终极选择 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舞台上 所有桃花灯都已经熄灭 我的判断11号灭灯的 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我们张华斌是外地人 所以在武汉没有住房 是这样吗 11号 有那个差距感 这是其中的一点 那行 公布一下 张华斌的桃花一众人 他就是 1号 张爱珍38岁 化妆品销售 年收入6万左右 有住房 离一个儿子 已经独立 喜欢旅游和刺绣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你有一次向他表白 去争取的机会 你愿意吗 嗓子一下 其实我这个人的话 是个实在人 其实感情的话比较专一 我也是个勤劳 是家的人 我虽然现在没有房子 没有车 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 希望你能够结束 5秒钟 5 4 3 2 1 没有成功 谢谢 很遗憾表白没有成功 我们把机会交到现场的 13号女嘉宾团手上 六位女嘉宾 如果有谁愿意 跟张先生牵手的话 请举牌 2 2 1 2 5